唉,雖然眼知識很好看,但到底何時才開球呢? 開球未那麼快,我們與俄羅斯不同時區 時區? 地球和足球一樣,都是圓的,都懂得轉 不同的是地球會自轉和圍繞著太陽公轉 面向太陽的一面是日頭,背向太陽的是夜外 沒有電視時就是日頭,做成龍時就是夜晚 所以不同地方的日頭和夜晚時間會不同,造成了時差 後來避免混亂,就出現了時區 時區是指同一個區域裏面採用相同的標準時間 簡單來說,將地球表面劃分成為360份 正中間的零度經線,又叫做本初展線 是位於英國的格林尼治 這條線將地球分成東西兩邊 在地球的另一面,180度經線就是國際換日線 我們將東經7.5度至西經7.5度,劃為零時區 如此類推,就有24個時區 每個相隔15個經度 香港在東經大概114度,快寧時區8個小時 而今次世界杯主要在俄羅斯莫斯科 和另外10個城市舉行 和香港有3至6個小時時差 不過時區的劃分不完全是直線 有些可能用省界、周界來劃分 有些國家甚至是用自己定的時間 小麥子去了哪裡?開飯都不見她 聽說俄羅斯那邊吃貓糧可以以差菜果 她都是那邊試試 去俄羅斯實在要小心點 俄羅斯的面積是全世界最大 領土橫跨11個時區是全世界最多 同時她還有全世界最長的西伯利亞鐵路 如果你去到那裡,你可能會發現 手錶上出發地的時間 火車錶上的時間 和車站月台的時間完全不同 請問看波喝很多啤酒的叫什麼貓? 醉貓 請問捱野看波叫什麼貓? 夜貓 請問犯規不認的又叫什麼貓? 你已經夠了嗎? 是天文台的 是天文台的